聚開壞死部位 蓋上3D列印甲體 美國佛州一座動物園的醫療團隊 成功用3D列印技術 拯救一隻離癌的犀鳥 受醫在犀鳥的頭骨和鼻竇發現癌細胞 當犀鳥被診斷出皮膚癌時 這等於被宣判死刑 這隻鳥的名字是辛悅 今年25歲 犀鳥一般的壽命約40歲 醫療團隊從新加坡的類似病例得到啟發 讓辛悅成為美國第一隻3D灼犀鳥 也是全球第二隻 全球犀鳥樹木節節下滑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把犀鳥列為脆弱物種 3D列印不斷突破傳統醫療技術 挽救動物生命 能否進一步造福人類 3D列印的發展未來可期 歹新聞 洛紫晶編譯